在戴安娜母爱的感化下,马特鲁解除诅咒变了回来 兄弟姐妹关心着她的状况,但马特鲁比较担心母亲 戴安娜表示,为了孩子受到的伤,一点都不会痛 更何况马特鲁造成的伤,对戴安娜来说只是小伤 马特鲁的是解决了纳西恩感叹母爱的伟大 纳西恩不禁觉得有点羡慕马特鲁 此时马特鲁突然出现症状,但药丸却丢掉了 纳西恩有办法处理,但他现在被困在花里园中 没想到妖精王的防御措施,现在却成了阻碍 扎纳健壮,试图破坏掉花里园 但完全没有破坏的效果,现在只能先去找妖精王吗 孩子们讨论了一下,想说由他们去找妖精王 戴安娜却表示,她去找就好,要孩子们去帮助极客 那西恩等人则留在原地,等大家回来 孩子们觉得极客不会输的 毕竟大家都说她是下一任妖精王 此时极客面对着多位穿斗篷的敌人 于是使出增值,打算一局解决他们 没被击中的敌人,则释放了魔法攻击 极客使出六角壁,进行防御 极客觉得他们太弱了,这样打向是欺负弱小 没想到这些敌人能够进行合体 合体之后的攻击,想当然变强了 极客觉得合体不错,但她刚刚解决了不少敌人了 没想到刚刚出现的不是全部,大量敌人出现,开始进行合体 敌人合为一体后,对极客使出了完美立方体 接着把魔法攻击,传送到了立方体之中 极客无法逃脱,就这样不停被攻击 直到立方体瓦解,极客才脱困 没想到极客的敌人,才是妖精王该面对的枪敌 因为分散了实力,让妖精王追错了对手 极客面对四兄沃尔亚顿,可说是毫无胜算 这下情况不妙,其他孩子们也将面对沃尔亚顿 影片稍后就需要殆自重赌兴,可说是毫无盜算 并且是敌人的神称文算 有此外,这一代,只需要敌人的神称文算 有此外,只能够留下重置 有此外,只能够留下自己的身体 做出一定的天后,或许战 能够留下条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